最近就是拍一部女性為主題的電影 自己這個角色也是比較難處理 因為做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強人 還有一點是奸角 第一次做奸人 首先難的就是女強人 然後拍完這部電影之後 拍一部劇又是做女強人 單親媽媽 但我覺得挺好的是 最近自己的想法也有一點改變 因為剛好工作的時候遇到一個 算命的師傅 體相的師傅 他自己衝過來抖我幾句 他說 你呢? 你有什麼想問? 我想知道我能否嫁得出 我最近不知為何覺得自己好像會嫁不出 然後他就說 你這五年你沒有想太多 你沒有想要不要拍拖 你只是想做事 因為你這五年的事業運會很好 你都不會嫁不出的三十多歲的事 所以我就聽完 好吧 我什麼都不想 我只是做事 快生氣 然後就這兩個角色 這兩個角色都是事業型的女強人 我覺得都挺好 挺像我現在的心態 因為接下來 月尾會去Jessica的婚禮 Supergirls Jessica結婚 然後去台灣 原本自己都想著 可不可以多留幾天 通常這些去旅行都會有艷遇 那些戲是這樣做的 現在就不想了 現在就兩天一夜 拍完戲飛過去喝 喝完之後那晚就回來了 第二天又做事 做事業型女強人 那上次跟你說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你有點不開心 或者你會相信多少 其實我又不會 開心的聽完便會相信 你說做事好的便會相信 會不會不開心 我想以前可能我會 因為以前小時候 我覺得接下來是冬天 聖誕節 成人節 天氣又冷 很慘的 但是現在長大了 我很喜歡做事的氣氛 我不喜歡自己一個人在家 去到片場 很多人 整組員圍著你 大家都開心 還有熱血的精神 你會覺得 好像比拍拖 你拍拖 可能有很多問題要面對 又會吵架 但是做事大家一條心 挺好